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爆发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宅在家里自行隔离 娱乐圈也不例外 全国剧组都响应广电的规定 停工回家隔离 各位明星也和我们一样开始在家里宅了起来 那在家里不能出去 总是会找很多事情来做 于是明星们就开始发明一些新花样 而关心自己的偶像在家干啥的粉丝们 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大人气偶像李文汉 李文汉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透露 家人很希望他能在家里面多待几天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应该他的家人都特别的满意吧 在家没事干的他 只能和他的宠物狗千寻拍起了照片 看到千寻一脸无辜的样子 可能内心甚是惶恐 估计以为难得一见的主人 是不是失业在家 打算用亮照拍卖了他吧 王一博自从在湖南卫视春晚上表演魔术之后 变魔术似乎成了他喜欢的事情之一 最近宅在家的他又开始变起了魔术 看他的动作有模有样 估计这个长假让他又练出一个新看家本事了 来一个 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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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点一张牌 在网友的印象里 薛之谦是一位显不住的人 之前他就经常拍一些段子和大家一起分享 最近这段时间他更是突发奇想 多日以来的封闭式生活让他的头发长了很多 奈何 很多理发店也不开门 薛之谦就开始自己剪头发 可网友们看到薛之谦亲自动手之后的成果 却忍不住吐槽称 歌手转型做造型师的车火现场 同样作为歌手身份的邓紫棋 没有像薛之谦一样对自己头发懂心思 只是坚持自己的老本行 经常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中分享唱歌的视频 真是让粉丝足不出户 就可以免费听演唱会啊 除此之外 最近各大短视频平台经常推送一些网友们 在家尝试做各种饭菜的内容 这当中也包括明星们 杨幂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在家待了这么长时间 大秘密潜心在家研究各式菜谱 并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还表示新台式非常好吃 网友们纷纷调侃 大秘密这是要转型做美食博主啊 还有很多明星纷纷加入了榜红平板支撑学历 很多明星纷纷通过自己的个人短视频社交账号 分享了自己的健身日常 比如 人气小花无尽严 一身天洞装的他十分认真的做着平板支撑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到位 一看就是健身达人 看完这些明星们宅在家的样子 网友们估计也很欣慰 原来偶像也跟自己一样啊 米宫视频独家策划